在今天总统谈话的当中 首先总统对于美国突然宣布对我断交的决定 再度向美国提出最严重的抗议 总统表示这一个严重伤害中华民国和人民权益的重要外交举措 竟然不与我政府事先磋商 对于美国这种行动而引起的一切后果 都应该由美国政府负完全的责任 接着总统告诉美国副国务卿克里斯多福先生 中华民国和美国之间 未来关系必须建立在五项原则上 这五项的原则是持续不变 事实基础 安全保障 妥定法律 以及政府关系 这五项原则 说明了中华民国对于未来中美关系 所关切的重要问题 现在本人把总统说明中华民国基本立场的五项原则 简单的再说明一下 第一项原则就是持续不变 总统说中华民国和美国有悠久的邦交与合作关系 在1954年中美两国签订了共同防御条约之后 更加强了两国的同盟关系 并且对亚太地区的安全和和平提供了重大的贡献 同时 近数年来美国政府曾一再重申对中华民国维持外交关系的保证 并且也说明美国要继续信守对我们安全条约的承诺 不幸今天中美断交 但是我们希望中美都有共同的愿望 就是要维持并且发展今后两国的关系 第二项原则是适时的基础 就是中华民国是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 中华民国政府是依据中华民国宪法所产生的合法政府 中华民国的国际地位及国际人格 不能因为任何国家承认中共伪政权而有所改变 美国应当继续承认 并尊重中华民国的法律地位和国际人格 第三项原则是安全保障 总统说中华民国政府对于国际条约义务 一项就是尊重信守 中美共同防御签订到今天已经有24年 期间我们对于这个条约所规定的各项义务与责任 始终忠实的旅行 而今天美国政府事先没有跟我们磋商 仅片面的通知终止中美共同防御条约 该项条约本来是西太平洋自由国家 集体安全连锁防线的重要环节 目前这个地区的情势仍然是动荡不安 美国片面的终止中美共同防御条约之举 将引发新的战争危机 为确保西太平洋地区包括中华民国的和平跟安全 美国应该采取极具体与有效的措施 并对这个地区的各个国家重申它的保证 第四项原则是妥定法律 总统说美国总统哈特总统表示 在中美共同防御条约终止之后 仍然将继续关切这一个地区的和平 安全与繁荣 并且继续以防卫性的武器提供给中华民国 美国必须就这项承诺 向我国提出法律上的保证 第五项原则是政府关系 总统说 今后中美两国人民的切身利益 在在需要法令规章的保障 和政府政策性的指导 为了便利一切关系的保持与增进 将来在台北和华盛顿 必须附设政府与政府间的代表机构 来负责处理一切的业务 今天以上呢 是说明在总统接见美国代表团 就说明了中华民国对于处理今后中美关系的 五项基本立场跟原则 对于这次我们中美双方谈判 我们有以下的几个看法 在中华民国官员与美国代表团 两天会谈的期间 双方对于彼此的观点 获有更为清晰的了解 这对中华民国和美国 寻求双方未来关系的基础 很有帮助 双方对于所依采取的原则问题 曾经进行认真的磋商 同时 对于我们共同关切的国家安全问题 也是讨论的重点所在 这种磋商 这种磋商 双方都认为有助于未来关系的发展 中美两国进一步的谈判 将于未来继续举行 设于台北与华盛顿的双方大使馆 在1979年2月底以前 照常作业 以提供交换意见的通道 并且协助过渡期间的事务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华盛顿